亚洲人在美国的表现越来越叫人吃惊 完全没有了标准模范种族的特点 几天前这个案子上了美国的头版头条 大家好,我是顾尹琼博士 原来主人公叫朱碧石 小时候随父母移民来美国 长的是一表人才 还是当地的一个小程序员 会一点技术 但是不走正路 爱上了电脑诈骗程序 结果发出去的病毒 还真有当地白人老头上当了 电脑上跳出了窗口 吓坏了老头 按照屏幕上的电话 联系到了这个东北帅哥 被要求给现金 然后东北帅哥亲自出场 两次取走了三万美元 老头之后突然醒悟 联系了FBI 故意钓鱼说自己还有钱 东北行男居然上当了 第三次又去 结果被抓 估计被判十年 我觉得利用老头头脑 半痴呆骗人是不对的 但是东北行男居然如此愚蠢 居然觉得对方会 一而再再而三的犯错 似乎也不符合 东亚人高智商的特点